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祝你年快樂啊各位 或者越夜越熱鬧啊 覺不覺啊 不過不要緊要 除了外面越夜越熱鬧之後呢 我們裡面這裡反而越夜越精彩啊 那青年人才 怎知道剛才一個Herman這麼少啊 我們今天現在有請我們Swing 是一個馮寶寶的社企創辦人 來到這裡和我們聊聊天啊 Swing啊 我想問一下呢 其實呢 馮寶寶這件事呢 就青少年來講呢 就比較少聽啦 那在我們的層面來說呢 經常都聽 啊一想到社企 關於老人的 就銀行館啦 作文先生老師都說 有什麼社企就寫銀行館啦 那其實你怎樣可以 給青少年認識更多你的機構呢 還有馮寶寶這件社企 主要是做些什麼 還有這麼有趣的名字 是你怎麼想出來的呢 哈囉大家好 那麼很有趣的 那其實我們呢 那我們呢 世紀 馮寶寶寶寶寛ten 其實是去年的5月呢 才開始的 那麼 馮呢 就是車服啊 補呢 即是修補啦 那先下一個補呢 就是我們的 他補呢 就是我們的 �데 ל 其實我就會四懷去講不同的講座 來做訪問 還有我們有Facebook FPPHCA 還有我們有網址 青年人都可以透過網上的平台去瞭解我們 其實不只是你的年代才懂得懂得懂得懂 其實我的年代我都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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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因為經常都聽著家長說這件事 其實都很有創意 令很多人都深入問心 我追問多你一點點問題 我想問一下馮寶寶成立以來 你有沒有在這個機構裏面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深刻的回憶 或者有什麼苦啊 或者有什麼樂 是可以跟我們這麼多位市民分享一下 或者甚至我知道你這個機構 很多時候是幫老人家去設計一些特別的服裝 那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設計 你是特別深刻印象 也是很滿意很喜歡自己 而這些服裝的靈感又是哪裏來的呢 其實我們就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都幾困難 因為看見服裝 其實在香港來講 是比較初起步 其實理工大學都有做的 但是就做了十多年左右 其實在外國已經有一些公司 其實都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所以香港其實都是起步階段 很多人都不認識 無論是中年人 行外的人士都不認識 所以開初我們推廣的時候 其實都很有困難 是大家要嘗試接受新的事物 又不知是什麼來的 所以這個是開初比較困難的地方 所以開初我都透過講不同的講座 去進入到一些老人中心 院舍 去跟老人家說 原來現在有這些新的事物 這樣 變成他們就會認識 而且他們一聽到馮果寶 就非常親切 本來是木無表情 你不知聽是什麼 是新的事物 但是一聽到馮果寶 就馬上很大反應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都是紳士佛 在做馮果寶開業服裝的時候 其實開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經驗 因為我和我的姐姐都是院舍出身 其實本身我們都是照顧者 所以開初我們憑我們的經驗 就去設計了一些衣服 但是後來發覺要製造起來 都有一些困難 於是我試過最快 我一星期建兩個設計 而那兩個設計 廠商都非常滿意 於是就令這件事 可以再順利推展 現在目前我們的全湖里依 和尿袋庫 都是店內比較多長者 是需要的 那全湖里依就是 譬如那個長者 長期過床 體藥 其實那些關節 都已經睡得很僵硬 就是這些關節 是啊 所以變了 家人或者照顧者 不過他們穿衣服 都非常困難 於是我們就設計了一個款式 所以就是由前 套衣服 所以這因此 讓一些姐姐 可能要捉住他們那隻手 他們伸展不了 可以更容易 可以幫他們穿衣服 另外尿袋庫 是其中一個 市面上需求很大 因為發現現在很多人 需要用尿袋庫 其實現在沒有尿袋褲 出街是非常不方便 我們可能需要用膠袋 隨便用耳朵膠袋 要不就掛在兩耳外 要不就要自己用手秤住 你想想 它又不是手袋 你這樣秤住尿袋出街 其實有少少令到他們不太想出街 所以這個尿袋褲推出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是表示有衰竭的 是啊 其實現在你也知道 人口老化的確是很多老人家 是很需要你這些特殊的服裝 剛才你提到 你一說到馮寶寶 很多人會很留意你們 其實我剛才一看到這麼多市民 一聽到Swing說馮寶寶 或者我一說馮寶寶這個社企 立即當時有多少眼睛按住我們 你現在這個社企 就已經開始出名了 我剛才說到人口老化這件事 現在越來越多老人家 是不是會上來找你們 去做這些特殊的衣服 還有 其實現在對比你之前 可能創業的時候 會不會當老人家 會開始接受這件新的事物呢 還有 現在的老人家 可能有些已經上了年紀 已經不太懂得怎樣用 可能Apps 那些 那你又可以令到老人家 怎樣去找你們呢 可以讓我們的市民 現在可以聽多些 有關馮寶寶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也有四環講座 所以很多獎者透過獎者中心 和院者認識到我們 那 其實就 那 其實就 因為 有沒有變化 就是那個trend 當不當老人家接受 其實一開始 就要這麼說 反而其實獎者是接受 是的 他們是接受的 而且他們會明白 哦 原來現在有這件事 所以其實呢 我發現獎者的接受程度 都幾高 是的 反而是他們 真的沒有什麼渠道去認識 那現在呢 隨著我們做的訪問 或者做的報導 多了 那 其實 而且確呢 比我們出科業之前 是多了獎者 是自己主動找我們 我試過呢 有個伯伯呢 他在柴灣 是的 那 他是 打電話來找我 然後呢 就說 你們這裏 是否幫老人家改衣 那其實呢 我們是幫老人家改衣 改成一些 叫做康健的服裝 那他說 啊 我想改一條西褲 你幫不幫我改 那我說 都可以的 那你柴灣那裏 有沒有些改衣的店 因為我不想他 很遠的水路來到 然後呢 然後呢 又改完 然後又要來拿走 那當然啦 他最後 他又來到呢 我都幫他改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現在的獎者呢 又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那麼封閉 因為我試過呢 有個案子 他的太太呢 是自己淘寶啊 是啊 那所以呢 其實他們現在 有些獎者都幾多 用電路的 是啊 那呢 慢慢呢 其實我們會多了 在不同的老人中心 院舍 會擺我們的衣服 我們現在在名外 條頸嶺 一個 照顧者中心呢 其實他們都有擺我們的衣服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獎者可以透過不同的中心呢 去認識到我們啦 那當然啦 你直接打電話給我啦 或者上到我們 新浦江的工作室啦 那我都是非常之歡迎的 是的 那剛才阿Swing 你說過 有個法巴拉 特地拿一條細褲 給你改 那其實有沒有說 特別 什麼衣服 或者是什麼質料的衣服 你是特別難修改的呢 其實就 一般 如果他的改動 不是太複雜 其實是OK的 但是我們呢 就不只是幫過長者呢 去改 改 改窄件衣 改短件衣 那樣 而是呢 透過改變件衣的 一些構造呢 令到他本身 很難穿著的 後來呢 容易一點穿著 那當然啦 一些毛領 譬如這些 普通的T恤呢 會容易改一些啦 還有褲來講呢 很珍貴的西褲呢 就不好啦 但是普通 譬如家裡穿的那些 或者 少少一兩件便服 一些梳積的褲呢 其實都OK 都可以改到的 那其實呢 除了改衣服的服務 我知道好像你們店鋪 也都有售賣這些衣服的服務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市民說多一點點 怎樣可以售賣到這些衣服呢 你們 其實呢 就現在呢 主要就是找我本人啦 其實我們都有網上購物平台的 大家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那裡買啦 其次呢 就是可以來到我們 新浦江的工作室那裡啦 那我們都會有一些 不同款式的 空間服裝 例如是 傳護理衣啦 一些 換片的褲子啦 尿袋的褲啦 一些防絲片褲啦 一些糖尿蜜啦 那我們呢 公共室裡面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產品的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 都可以直接來到找我們啦 或者靠在網上訂購啦 或者呢 直接打電話 或者WhatsApp 那樣 那基本上 我們都不服大家的 我相信那多位市民呢 都了解了很多 關於馮寶寶的資訊喔 那阿蘇威 你接下來 現在是豬年啦 新一年啦 那有沒有什麼大計 可以跟我們市民分享一下呢 呢 而且我剛才都聽你說 有跟一些縣社的合作 那會不會今年 亦都跟多一些更多縣社去合作 去推廣你們馮寶寶這個社企呢 有啊 其實我們豬年呢 已經準備了一連串的大計的啦 那呢 過去那大半年呢 其實我們做訂造服務比較多的 那其實呢 其實呢 來近新一年呢 希望可以做一些量產的貨啦 那讓呢 長者呢 真的可以自由選購一些衣服啦 那另外呢 我們來近呢 新一年呢 又跟馬力醫院合作啦 是的 亦都有跟九龍醫院合作啦 是的 那他們呢 都會向我們訂購一些尿袋褲啊 傳胡理醫啊 那這樣 那到時呢 可能這些衣服呢 進到醫院啦 院社裡面呢 大家亦都更加多機會可以接觸到 那呢 我們都盡量呢 其實我們 設計的衣服呢 都是以時尚啦 一款 可以出街啦 好像便服那樣懷主的 希望呢 長者穿起來呢 是很有自信的 會呢 覺得 好像 經常都不舒服啊 或者是 很辛苦啊 那樣啦 是啊 其實現在呢 我都知道很多長者呢 都是現在很潛衛的啦 喜歡穿衣呢 是好像貼近我們青少年那樣 很 很時尚 很fashion的啦 那我又想問 講起青少年了 那好像我那樣啦 那譬如我手工是很厲害的 可能 當然說一些 寶寶貼貼的那樣啦 不過有時候都經常刺傷手那些呢 那但是我又有一個 想服務長者的心喔 那我可不可以 加入你們 成為你們的一員 或者有什麼是 職位可以適合我做 或者可以作為義工呢 那我們的社企呢 就是招聘一些 退休的人士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你就不要來搶 退休姐姐的飯碗啦 那但是呢 就做義工呢 是絕對歡迎的 那其實我們呢 那今年呢 有個得獎項目 叫做桑魚行動啦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就來進入尾聲的啦 三月底呢 這個計劃就會結束的啦 那呢 其實呢 這個計劃呢 就很有意義的 因為它呢 將一些 我們是將一些 長者不要的衣服啦 擺在家裡很久的衣服啦 改變成 適合他們現在的身體狀況的 是的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又 一路都想 那個收費便宜一點啦 讓一些長者 經濟能力 不是那麼好的長者呢 她就可以試用到這些衣服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有年輕的人啦 那她想來做一下義工 我們是非常之歡迎的 是的 那我覺得 亦都可以透過義工活動啦 大家都可以 真是知道 即不是只是亂個樓這樣 是的 真是可能呢 可以跟我們的退休姐姐呢 大家研究一下 或者你們可以brainstorm一些款式 讓我們呢 可以設計多些漂亮的衣服 讓一些浪人家穿著啦 那當然你們也都可以做一些 慢慢啦 做一些由一些簡單的工作去開始 那可能有potential的話呢 我們都會訓練你 好嗎 那你要懂得用衣車先都好 我希望我成為你口中 很有potential的青少年 可以做義工幫忙一下你 那剛才你講過那個桑魚行動啦 可能很快就將會結束啦 那有沒有考慮過 既然這麼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會不會再繼續推出第二期第三期 那樣呢 等這個活動繼續進行多些人受惠呢 其實我們很想的 是的 因為呢其實這個活動真是很有意義啦 無論是在環保的角度啦 無論是幫助長者的角度 都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都會尋找一些資源啦 是的 或者盡量找多些義工幫忙啦 去繼續去持續這個計劃的 那希望 因為慢慢呢都有一些長者呢 他認識我們 那變成了他們都知道 原來馮寶寶現在呢 是可以幫長者改衣的 那真是有些長者 連沙頭角的個案 我們都接過啦 是的 那真是很希望呢 這個計劃可以持續幫到一些地區上面的長者的 哇 那時間其實都過得很快呀 眨眼又來到我們的尾聲啦 那再次多謝阿Swing來到我們的現場先啦 那呢 其實呢 現在新年期間啦 那阿Swing 有沒有幾句說話 是很想和我們 那麼多位市民想聊一下的呢 哎呀 找到大吉大利呀 祝大家呢 朱年行大運 大家大利最重要 身體健康 好啦 那我都在這裡祝大家 諸事順利萬事如意呀 那如果大家市民啦 想重溫我們今天 全日的 談談的內容的話 大家可以上來我們 香港青田協會領袖學院的Facebook 去重溫我們今天所有的精華片段 那而且我們還有幾天都會在年宵這一處 去跟大家有一個交流的活動 那希望大家密切留意我們 諸位青年說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